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8108C素色媒体专家 我们现在第一步的话呢,是连接好配件 我们连接线的话呢,它这个先放好 这边的话呢,是朝床尾的 这边线的,有一个线的部分 是连接到仪器的 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桃子上面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那个连接器管 但它上面有数字 有数字的话呢,跟我们的配件是相对应的 每一个部位按照找到它对应的数字来连接好就行了 好,还有一个红线发热线也是对应的 每一条的话呢,直接连接上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这边可以一条一条的排成下去 都是按照对应的数字来 数字来挑来插的 这边是1,这个上面也是1 好,其余的话呢,现在连接第二条 就是这个2的话呢,这上面也是有2的 好,那我们这样这个 把按照循序插完以后 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我们当这里有一个快速接头 按住它,往下拔 拔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密封圈 这里有个密封圈的话呢 就是这个小密封圈 其实有时候它很容易掉 就是我们经常做 经常拔来拔去的会掉 掉的话呢 当这个密封圈没有的话 那就会导致漏气 会导致漏气 就导致它的那个吸力 呃,气压不够 所以到时候我们这边可以注意一下这 呃,注意一下这个密封圈的地方 它这个上面的话呢 都可以按到讯序 每条都已经有盘好的 直接按到这个讯序来插就好了 每一条线都是这样 它都会有对应的那个插口来插的 直接按到这边 而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 按到这个方法来连接 好,现在我们来连接仪器 仪器的话呢 其实它一起的话也是一样 而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一起有 呃 一起的话呢 它有呃 十条气管 十条气管的话呢 它其实都有对应的接口的 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也有0到4这边的数字 而这边的话呢 它这个上面的话呢 我们上面也有数字的 根据它这个呃 那个数字的显示来连接就好了 它这边也是一个快速接头 直接按住那个孔 插上去就好了 这个2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这里上面都有数字连接的 直接对应就好了 当我们拔的时候的话 这里也是一个快速接口 这上面的话呢 它是一个快速接口 轻轻往上一顶 它就会自动弹出 好,当我们直接按到那个讯序 按到那个讯序管子上面的讯序栏 直接排击以后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另外一侧的话呢 是5到9的 这边的快速接口也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按按上去就好了 在插的时候按上去 如果我们要拔出来的话 往上面一推 它就出来了 连接连接好就可以了 好,前面的话呢 还有我们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是一起有5条线 这个5条线的话呢 它是负责的配件里面发热的 发热的话呢 它是有5条线 比如红外线发热啊 可以燃烧脂肪啊 排汗啊等等的 那我们这里的话 也有数字去控制 这上面的话呢 也一起的话是1到5 但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上面的话 也有数字的 所以我们按到它的那个 对应的窗口来连接就好了 这是右边 还另外一侧的话呢 它这个是那个贴片 媒体塑胜仪的一个贴片的一个连接接口 连接接口的话呢 它这个也 其实这个的话 它也有对应的 但这种的话呢 我们它的每个插口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是一去插 因为它操作的部位的话呢 也都是我们 根据我们自己去定的 这个线的话呢 直接它这里有一个凹凸的那个潮 跟着 跟着这里有个潮是对应的 直接按接上去就可以了 贴片的话呢 一起是5组 5组的话呢 它有这种一起有10个贴片 一般我们操作流程的话呢 是最后再做贴片的 先把 先把那个衣服 套上衣服做上以后 做了45分钟左右 这它让它排汗啊 还有排毒等等 排完以后 做完以后 做好以后 再用这个贴片来进行收紧 做紧丝 好 这个我们可以先下一步 等一下再操作 这是连接仪器的 好 我们现在来学一下 那个仪器的 插线部位 现在后面的这个部位的话呢 是 连接好电源线 这个的话是一个电源接口 这个电源开关 这里的话有一个保险式连接口 但我们有这仪器 电压不稳的话 会导致烧保险式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拿出来换的 这个保险式 我们每台仪器里面 有备用两个 好 但有时候电压不稳 烧仪器都开不了机的同时 我们可以把这个保险式 换一换试一试 好 按到原位放上去 插上电源线 好 我们现在操作了 打开 打开仪器 咱们这边也做了 这两个玩意器 好 这边的话呢 一个泡尔键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面板启动键 面板启动键的话呢 但我们现在它还在散 就表示已经有电在启动了 但是它还没有正常运作 而这个中间的这个按键呢 实键的下面这有一个按键 它是一个启动键 启动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默认值 它会有一个默认值 时间为30分钟 看我们时间 那30分钟我们可以调 一般在做这个充气压跟发热的同时 我们一般是调到45分钟 45到50分钟 时间是45到50分钟 50分钟的话呢 我们这边它这里有一个 先从这里开始 这里的话有一个OP级的一个输入口 它其实这个按键的话呢 它是负责我们的左手的 左手的一个充气压与发热 这个二的接口的话呢 它是负责一个右手的 我们可以去局部来操作 右手的那个操作 右手的发热加充气 它是一个开关 好 第三个的话呢 它是腹部的 负责它腹部的一个气压 气压与发热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要操作腹部的话呢 可以把前面两个都关掉 这个只是单单的腹部才开始运作的 而第四个的话呢 跟手是同样的 这个是左腿加左脚一起 而这个五的话呢 是右腿之右脚一起的 所以我们当全部打开以后的话呢 它是全身在操作的 整个一起 并且它这个的话 跟那个发热充气是同步的 好 在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发热的一个开关 发热的一个发热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强度 里面的温度的话呢 这台仪器它是设置在 45到50度左右的温度 里面最强的温度是45到50度 因为它通过气压的话 它能够加速血循环 能加速它的那个温度提升的 它一个最强的档的话呢 是8 8的话呢 它是最强的 但我们看刚开始操作的时候 可以把它调到8 让它里面有热度以后 里面有45度左右 恒温的时候 可以再把它调到5左右 调到56就OK了 但刚开始可以调到最高 调到8 让它里面有发热的时候 再把它调到恒温 但这里的话 又有个开关 我们这个地方 它现在有个右下角 它这里有一个红灯在闪 如果不闪的同时 它就已经把那个发热关掉了 就已经没有发热了 里面 它就只有气压的 那个气波冲气压的去循环 那我们按一下里面 这个红灯在闪的同时的话呢 它就已经有 已经在启动了 那个这个红灯 好 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 气波淋巴排毒 就是气压冲气的 这里 这里的话呢 同时会有一个气压开关键 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按掉的话呢 它现在整套配件里面的话呢 只有发热 只有让我们排汗发热 排汗发热 好 它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个按起 它默认的是一起 如果按住的话呢 它就整个一起了 会有发热 会有充气气压一起的 好 这边的话呢 它有几个模式 模式的话呢 这个箭头完蛋的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的话呢 它一起的话会有1到3 1到3的话 这个模式的话是 三个模式 1的话呢 它是根据我们的血液循环 从上往下的那个排毒的 它可以先从手臂 站到腹部 站到腿部 站到脚 这样循环的气压 去根据我们的血液循环 做排毒用的 第二个模式的话呢 第二个模式的话呢 它是从腹部 由心脏往四肢几下 它会从腹部 站到手臂 站到腿部 这个模式的话呢 我们是一般用来做按摩所用的 好 现在第三个模式的话呢 它是整个呃 就是整个配件 我们全身会一起挤压 一起挤压的话呢 这个是用来做减肥的 好 旁边后面的这个镜头 这个数字的话 它是有一个是1到5的一个强度 它这种这个1到5的数字的话呢 它是一个呃 计气压的时间 就比如冲多长时间 或者放多长时间 数字越高的话呢 比如5的话 它会冲5秒 在同时放5秒 这个时间 好 1的话呢 它就会很快 冲1秒放1秒 这个可能力度就不会很大 一般是冲到5秒跟 呃 调到5的话呢 它是一个冲5秒 会冲 感觉会有点时间 它会再放5秒 这样的话呢 就力度比较大一点 它可以根据每个客户的需求来调节的 好 这边有一个压力表 这个压力表的话呢 它这边有一个可以从小点往最大的 这个的话呢 是调节我们冲气压的一个紧度 一个强度 就如果你呃 它这边是最小 最小的话呢 它的气压力度不够强 如果我们调到往 往这边的话 我们调最大的话呢 它的呃 挤压力度是特别强的 所以一般这个调的 调法的话 也是根据客户的一个承受力度 需求度 根据每个客户的调的不一样 调的最舒适度是最好的 一般调的可以安全值可以调到 呃 应该是调到 呃 这个 最大的四格吧 这个都是 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但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去调就可以了 好 这边 这边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气压跟红外线溶脂的一个调法 当我们做好以后 直接调好 可以做45分钟 好 当45分钟做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做贴片了 当45分做完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气波跟红外线关掉 把那个呃 我们当我们45分钟做完 把气波红外线45分钟做完以后 我们就来做贴片 贴片的话呢 我们在做的同时 我们可以把红外跟气波关掉 这两个关掉 这里面就已经配件里面 就没有发热跟充气了 现在的话呢 它只有 它只有我们的贴片输出口 是现在正常启用的 好 我们正常贴片的正常输出口的话呢 一般做完以后的话 它是可以时间会选择 时间选择在 时间选择在20分钟 好 时间选择在20分钟 好 时间在20分钟 把这个气压跟红外都已经关掉了 现在我们只有贴片的 而贴片的话 这边的话呢 也是它有一个模式的调节 这边的一个模式 而这个上面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模式的不同的 它是有一个自动转换 跟手动模式 但我们这个红灯在闪的同时 它这里的话是可以调节的 但红灯在闪的话呢 它是属于用的自动模式 但我们自己是调不了的 它只能够自动 它会模式的 而我们把这个灯关掉的话呢 它是一个手动模式 它的模式的话呢 它一起的话是有一到五的 因为它的模式频率是不一样 它有些是快慢 不然也要增扎的 或者是有那个几个模式 因为它感觉不一样 其实它会有深层按摩 浅层按摩 激活细胞啊 这几个功能的 但我们也可以用的 同时可以给它用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的话呢 它会用一到五的那个循环模式 去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的话 好我们这个细码 这边下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是一个开关键 开关键 但这个红灯不会在闪的同时 它的就 就已经关掉 已经把那开关关掉 但我们它这个红灯 在闪的同时的话呢 它就已经是在启动了 这个按钮了 这边的话呢 它是一五组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肥胖虚度来调 比如有些客户的话 它只是需要 腹部比较胖 比较松弛 它这个功能 它只是针对那些 比较松弛型的地方来操作 如果你全身要操作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以贴在腹部的话 你可以多贴几组 也可以只是单单来做腹部 或者单单来做手臂 或者单单做腿部都可以 但如果我们要同时 呃全身来操作也是可以的 一般可以手臂贴两 贴两组 一边一组 贴的那个贴的部位的话呢 是按照我们的穴位 一个内侧 一个内侧贴一片 一个外侧贴一片 并且有绑带把它绑好 绑好 最好我们用的 用的同时的话呢 在上面吐一些凝胶 类似的一些产品 就或者是贴一些 用一些比较好的 就是高体的呀 类似的产品都可以 直接放上产品以后 把它放在那个产品上面 这样去操作就是最好的 它有那个绑带 它一起有十条不同的绑带 可以根据直接绑好 来操作就好了 好 它不同的绑带的话呢 好 我们就直接把它连接上 它现在这里的话呢 它是一个调 调一个程序的 就是一个大小的强度调节 一的话呢 它这个上面有一个一的 一的话呢 它是它一起的话 这里有五个点 是吧 啊 我们这下面的话呢 也是有五组的 有五组的 它这里强度的话呢 一起是到一 一到八的强度来调节 一到八的话呢 它这边的话 这个数字的话是 它这里的话呢 可以调节的话 这是一个选择键 这个红灯的话呢 是表示我们的一接口 一的话呢 我们可以不同的来调节 现在可以把它强度调到最小 根据我们客户的那个程序力度来调 可以调到相应的大小 但我们现在要调二的话呢 直接把那个按钮按到第二 现在就可以调它了 调第二组了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客户不同的位置 选择不同的强度来调好 但是以最小调起是最好的 好 第三的话呢 就是现在调到第三个口子了 第三个口的话连接口 把连接好的话呢 也是一样 调节不同的强度 第四的话呢 也是一样调到它不同的强度来进行调节 好 第五的话呢 同样的这个来调节 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强度 因为每个每个客户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按到那个不同的强度来调节就好了 看这就是贴片的操作手法 但我们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一般可以关掉就可以了 最后补充一点 一般做那个红外线加热啊 或者七波淋巴排毒啊 这两个功能的时候 最好是用一些 配合一些产品 比如说一些燃烧脂肪的产品啊 可以用精油啊 这些都可以 都是效果比较好的 相应类似的 一些燃烧 加速血液循环啊 燃烧脂肪的产品啊 像一些精油高体啊 都可以 只要类似的一些减肥产品 都是可以的 好了 好